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让我们一起来翻开 《月博集》第37章 《月博集》第37章 因此我心战惊 从远处移动 听啊 神轰轰的声音 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 他发响声震变天下 发电光闪到地气 随后有人听见 有雷声哄哄 大发威严 雷电接连不断 神发出奇妙的雷声 他行大事 我们不能侧头 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 对大雨和暴雨 也是这样说 他封住个人的手 叫所造的万人 都晓得他的作为 百兽进入穴中 卧在洞内 暴风出于南宫 寒冷出于北方 神虚气成冰 宽阔之水也都凝结 他是密云 盛满水气 布散电光之云 这云是借他的指引 游行旋转 得以在全地面上 行他一切所吩咐的 或为责法 或为润地 或为施行慈爱 约伯啊 你要留心听 要站立思想 神奇妙的作为 神如何吩咐这些 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 你知道吗 云彩如何浮于空中 那知识全辈者 奇妙的作为 你知道吗 南风是地极境 你的衣服就如火热 你知道吗 你岂能与神同铺穷仓吗 这穷仓坚硬 如同铸成的镜子 我们愚昧不能沉说 请你指教我们 该对他说什么话 人齐克说 我愿与他说话 岂有人自愿灭亡吗 现在有云遮蔽 人不得见穷仓的光亮 但风吹过 天又发晴 金光出于北方 在神那里 有可怕的威严 论到全能者 我们不能测度 他大有能力 有公平和大义 必不苦待人 所以人敬畏他 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 他都不顾念 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我们刚刚读完的 叶伯基三十七章 叶伯基三十七章 就是 以利户在讲完苦难之后 他最初就讲到 神伟大的作为 因为他晓得 如何能去欣赏 神创造这个世界 其实就是那么的 伟大的一个作为 而因作神伟大的作为 他就产生了 无限的敬畏 所以 以利户呢 在这一章 讲到神奇妙的说 作为 他就用了 非常精美的文字 那么他主要的结论 就是 神是伟大的 但是呢 我们 不能够完全知道 尤其是神的年数 我们不能测度 而且呢 也关于苦难的奥秘 神的作为呢 人并无法完全知道 所以 我们必须用 信心等候 神的启示 因此呢 以利户就提到 大自然 奇妙的作为的时候呢 就用四方面来形容 首先就是 以水 就是 在 昨天 三十六章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以利户知道呢 水点是从地上的 即起到空中的 等于今天我们说 就好像说蒸发到 这个天空 成为 银彩银朵 然后呢 又变为 以水降在地上 那同样的是 以水 但是呢 却有不同的目的 所以以水 可以使到五国丰收 然后呢 使人有丰富的 粮食 而且呢 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方面 它也可以成为 灾难 水灾 然后透过水灾 来审判 万民 就像当时挪亚的 整个的故事一样 第二呢 就讲到雷轰 那么雷轰和闪电 的奇景呢 我们 人呢 是 呃 看到有这个雷轰的时候呢 就是会产生一种 精畏的心 那么电 这个电光呢 它是划破天空的 然后 雷声 雷鸣呢 就有大 像大地 枕头一样 所以 大自然呢 就发挥出了一种 威力无限的 让人的一种 这样的感觉 更何况呢 那位创造大自然的主呢 是的 这令我们世人 不能够不觉悟到 自己的软弱 以及可怜 所以难怪 圣经常常 以雷轰闪电 来形容神的审判 所以 以利乎重复多次 讲到 能不能车头 神的这种的 作为 第三呢 就是这个 冰雪 冰雪呢 同样 是水来的 那么 也是从天 而降下来 那么有时候呢 是 降下来时 是干铃 有时候是大乙 有时候是暴雨 有时候是雷轰乙 所谓的雷乙 那么 以利乎是 当时代的人 他以为 神是什么呢 虚弃 就会令 这个 气温下降 然后产生 这个冰雪 那令到 我们人类啊 跟 各物百受的 活动上的 一种的磁细 那么 神作为 变幻莫测 那么 神的能力呢 也是浩大无比的 所以 那 以利乎的 就从这个 冰雪方面呢 给我们看到 冰雪的 各种各样的 变化 然后呢 从这冰雪当中 我们看到 神的作为 也产生了一种 敬畏的心 第一次呢 他是讲到 云彩 云朵 那么云 也就是水的一种 的分 水 这个水蒸气的 另外一种 那么 神既然使他们 变为佛云 佛佑在天空中 那么 是水的能力 使这么重的水 那 先挂在空中呢 我们有没有 去想过 是谁命令 云彩 四方的飘游 那么 云彩的形状呢 却是千变万化的 而且 云彩的光彩 一旦被阳光 照的时候 就是旋律 缤纷 所以这种 非常美丽 跟奇妙 有时候 当我们看到 这种奇妙的情况 我们也产生了 一种 敬畏的心 所以是有谁 能够去鼓量 圣地的作为呢 所以最后的 云彩乎呢 就对 叶伯做出 最后的一个 签勉 他就说了 云彩乎 在参谈神 在大自然的 奇妙的作为之后呢 云彩乎呢 就很温柔的 温顺的 要求 叶伯去想一想 他说 而且呢 他问了三次 他说 叶伯你知道吗 如果 他连神 这些有形的事情 我们都没有 办法去了解 他就要问叶伯 试问呢 你对人生 一切隐藏的问题 又怎么能够 会完全的 明白呢 是的 没错 以利户呢 他把这样 优美的形容 来带出一个 让叶伯 也晓得说 为什么 他不能够明白 那是因为 我们看了 这样的东西 神都叫我们隐藏 我们也不能够明白 除非神启示 所以呢 他就劝叶伯说 在 三十七章二十节 他说 现在有云之盖 人不得见 穷昌的光亮 当风吹过 天幽发情 他就劝叶伯 要耐心的等候 那么 他告诉叶伯说 黑暗一定会过去的 但是 神那美丽 终究呢 会显明给叶伯 所以 以利户这番话 的确是蛮有智慧 是精彩 而且是非同凡向的 那么 以利户讲完之后呢 叶伯和他上位的朋友 怎么样呢 他们就无言以对了 这个时候呢 叶伯的心 真的是 圈卑 更平静下来 那么神在 下一章呢 三十八章 也就开始 向叶伯来说话了 所以 以利户最后的一句话 他就讲了 在二十四节 所以 人敬畏他 凡自以为 心中有智慧的人 他都 不顾虑 所以 他呼吁 人要敬畏神 我们的确 无法领摆 人生 各样各样的 造语 但是呢 我们哪要 完全的相信 跟敬畏神 是的 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好多好多 东西发生 我们常常都会问 神 神啊 为什么这些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 神啊 为什么这些事情 发生在我们家庭 成员的身上 那么我们完全 不能够明白 所以 就像 以利户他形容 就像 只是水而已 水也可以变成银 也可以变成冰泡 也可以变成血化 这些简单的东西 我们都不能够 完全明白 那 更何况 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些神 场位 为我们 开启的奥秘 让我们 以敬畏神的心 带着忍耐的心 来等候他 那我们相信 有一天 神觉得 时间对了 他要向我们启示 我们就能够明白 好不好 这时候 我们一祷告来 回应神 亲爱的耶稣 我们知道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时候 会有一些事情 发生 我们根本 都不能够明白 我们梦不着头 我们真的是 没有办法 去理解 你的作为 但是更重要的 就是在这段时间 这个时刻 我们乃要 全心全意的 依靠你 耐心的 等候你 因为我们相信 就像耶利明 告诉我们所说的 上帝 你对我们 所存的 是平安的 依恋 主啊 你从来不会 因着 一些的事情 临到我们生命上 就是要来害我们 没有 因为你爱我们 既然你爱我们 到底 你也将你的独生 儿子 赐了给我们 拯救我们 所以我们相信 你绝不会害我们 只不过 有些东西 可能我们不明白 现在我们 祈求主 你帮助我们 无论我们 面对什么困难 我们还是 紧紧地抓住你 耐心 等候你 相信你会 在何时的 之间 向我们 去世 主啊 我们向你 献上感谢 也求你祝福我们 今天的 机会 这个周末 特别的时间 我们要向你 献上感恩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靠 主耶稣 基督的生命祈求 阿们 嘿弟兄姐妹 大家好 谢谢你们收看 我们的灵修资料 如果你喜欢 我们教会 所制作的灵修资料 那么就请你 记得点赞 并按订阅 按钮 来支持我们 好让你每一天 能够按时的 收到我们的 灵修资料 盼望每一天早上 我们能够 陪伴大家 来喝一杯 属灵的咖啡 请记得 点赞 跟按钮 来订阅 谢谢 来吧 按钮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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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